随着大批医护人员陆续加入到战役前线 越来越多的患者陆续治愈出院 昨天湖北武汉雷神山医院 首批治愈患者顺利地出院 这里是武汉雷神山医院 今天雷神山医院迎来了首批出院的患者 接下来他们会到社区的集中隔离点 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 出院的两名患者分别是一位83岁的女性 和一位36岁的男性 出院时雷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 还为他们准备了小礼品 和写着鼓励话语的纸条 细心照顾 真的是给我们不断地鼓励 让我们能够很快地战胜病魔 我都指甲很长了 然后要找个指甲刀 医护人员都帮我找到了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据介绍雷神山医院成立了临床诊治的专家组 病区的医护人员会将达到出院标准的病人 上报给专家组 专家组就会去病区 进入病区去复合 复合它是不是符合 这一个国家的出院标准 如果符合 他们就通知病人出院 那么通知以后 我们会跟病人所在的区的 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对接 到一个隔离点 还要继续接受两周的一个医学观察 据了解 武汉雷神山医院采取边建设边收治的措施 2月8号 雷神山医院收治首批病人 截至目前已经收治7批病人 共有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武汉市第一医院 辽宁大连锦州医疗支援队等 1600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治